大家好 我叫陈雪 今年26岁 来自美丽的成余古都河北邯郸 现居天津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希望找到一份与自己的特长 播音主持配音相关的工作 也希望能够运营到大学四年所学旅游管理专业 我希望能在今后的未来和工作当中呢 能够充满热情的去迎接我的职位 谢谢大家 陈雪你别怪我上来之后我就批评你 谢谢张老师 你就属于典型的不会聊天的 你没听你下来的时候再大声的介绍 陈雪25岁 你上来之后 大家好 是陈雪 今年26岁 这不是就明显的跟主持人宁着干吗 而且对于女孩子说小一岁还是好一些嘛 对 25岁 25 我今年25岁 各位老板 你是今年毕业吗 我已经毕业三年了 毕业之后去干嘛了 毕业之后我先在家里面做了一段 广播电台的播音员 之后到达我们这个天津边海星 这一家商务公司做这个商务讲解和商务导游 一直到现在 那当时那个电台的播音员为什么不做了 因为是在家乡嘛 然后他的这个职位来说 对我来说是很好的 以后有上进的机会 但是每个月只有300块钱的工资 300块钱 对 然后之后还要自己去拉这个赞助 你所在的城市是哪个城市 河北 邯郸 丰丰矿区 这个是你兼职的吧 不是 当时是以实习的名义进去的 实习 我马上就要进入这个正式转正期 没等进入正式转正期呢 他就走 还是不对 他已经毕业三年了 对吗 你着什么急 这说的是第一份 你很长时间没来了 去了一个叫巨美优品的公司 其他好都没学 就学会了没耐心 什么公司啊这是 对 我说你公道话 这跟公司没关系 还是这个人有问题 是不是 虽然他不在另外的一家 搞对象网站了 是不是他来了之后 你仍然很兴奋 还可以吧 现在流行激情 好 聊点人家的事 有耐心啊 等转正了 没等转正就走了 为什么 当时其实有点这个 个人感情的 这个归宿的寻找的 这样的一个方向 那当时是找到了 还是破碎了呢 找到了 为了联系这个感情 我们两个选择 就是在同一个城市工作 这个男朋友呢 在天津 对 就把那个工作 不要了去天津了 对 好 滨海新区 对 做讲解 对 这不也挺好的吗 很不幸男朋友 到北京来了 你们结婚了吗 没有 还没有 但是你已经做好了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的准备 是 就看鸡狗往哪个地方跑 对 跟定他了 但是你要是这么老 本来跟你男朋友 会不会有加厉害 他愿意吗 我们两个在之前 来到非你莫属平台之前 做了很长时间的 这样的一个交流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也想为自己的理想 在努把力 可能现在做讲解 是一个很安逸 很舒适的 这样的一个生活 而且工资很高 在天津也算是不错了 但是我认为 我从小的这个 播音主持的这样的一个梦 我还没圆 好 明白了 那么你在那个 当讲解员 边海新区当讲解员 那段时间 你的工作就是 有客人来参观讲解 没错 你还有什么优势 求职的优势 可能我语言的组织能力 和应变能力还可以 那我可不可以 再多问一个问题 假设今天 有其他的职位 比如说 沐延那块 他那块也需要主持人 是吧 对 我们相亲活动的主持人 去那不合适 闭嘴 为什么他去这不合适 因为 他那边的主持人 要求的是什么呢 要求的是设置游戏啊 跳动场上的积极性啊 而不是讲我这活动 应该怎么进行 是两回事 沐延 这点你不要驳斥我 因为我懂你 而你现在不懂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你们这个观点 她比较狭隘 其实我觉得就是 这个姑娘呢 她的情长挺高的 然后呢 表达力也很强 其实你是可以转换 如果你愿意做 这个活动主持人的话 我相信你会做得很好 所以你现在要回答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这样 如果现在给你一份工作 和播音主持无关 你接受不接受 和播音主持 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实事求是 可能不太接受 不太接受 OK 来 第一轮过后 十二位来做一个初步的表态 你们觉得陈雪 逝去 适流 选择 四位离开 八位留下来 天生为我 你说你的人生理想 还是做播音主持 我想问一下 那播音主持带给你的 那个满足感到底是什么 你为什么一定想做这个职业 背后的东西 我从小对我自己的声音比较感兴趣 我就是喜欢 我没有理由 我有时候想到这个东西 我都有点热的盈眶的 想要去迎接它 我站到这个台子上 我就有一种想主持 想播音的感觉 他的问题不光是 他坚持播音主持 问题在于 他其实并不清楚 他为什么做播音主持 我同意杜老师的那个意见 来 提问 我觉得他实际上是一种 幻想 实际上他内心并不清楚 自己在播音主持上面 是否能往下走下去 我觉得他更适应在这个 大型那种培训会上 做一些培训实际的工作 比如说和这个加盟商 或者是和客户 经常能进行直接的对接 因为他的形象 和他的这个柔和度 我觉得还是有的 如果要是让你去做培训师 做不做 实事求是 薪资可以的话 是可以考虑 对 薪资可以 是多少算可以 我可能底线是在 五千吧 税后 税后 底线是 税后五千 对 来 刚刚杜老师 都回问那个问题 我觉得我要接着说 因为你面临了困境 搞不好这些孩子 都会面临困境 其实你不是来找 播音工作的 我觉得你很喜欢是对的 年轻人找工作 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什么赚钱做什么 就当年三百块钱 你都做 第二阶段 你现在绝对处于第二阶段 做自己不讨厌的工作 第三阶段 才能把自己热爱的事情 变成事业 你现在还不具备足够的实力 把自己热爱的事情 变成事业 所以你不应该坚持的 要找 我要播音 我要主持 其实发挥你的优势 可以服务好多家企业 只要自己不讨厌 你就可以做 好 等到未来你老公稳定了 你的实力也强了 再找少刚 再给你再来一次 就找播音了 找我 干嘛呀 他老公事业都稳定了 他找我 干嘛呀 陈姐 我又不知道 你能不能主持活动 比方说吧 今天我们举个例子 考你一个体验 如果是在非你莫属 图书签售会的现场 然后一个被疯狂的女粉丝 就握住张绍刚老师的手不放 你会怎么办 来缓解这个情况呢 好 就是你正主持呢 我在这坐着呢 有一个45岁大妈 哎呦和我亲啊 又搂又抱 我们就做了很多亲密的动作 我以为大妈该走了 结果她还有很多话 要和我说 你是现场主持人 来 现场还有很多观众看 看热闹呢 这位姐姐是非常非常喜欢张老师 是吧 是非常非常喜欢吗 那也感谢您来到咱们 非你莫属的图书发布会 来咱们张老师还要这个 进行签售 来姐姐我们到这边来请 采访你一下 采访你一下对张老师的热爱 稍后给你一本张老师的签名 怎么样 不错 不错 你知道 你知道你的那句话太太提神了 就是来过来的目的不是要 说怎么怎么怎么您出去 而是要采访一下 非常好 非常好 来 因为我搭建了一个四千五百平米的摄影棚 我是配合我的这个一你一我的电子商城 那我们要拍很多微视频和微电影 那当然了肯定是围绕着我家居家具 很多小故事一集一集的 比如说我培养你三五个月以后 你就是在这个剧里边演一些小角色 然后来介绍我们的产品 你有兴趣吗 有兴趣 这就叫视频营销 是 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也愿意做一份用自己的感受 对 声音 对 来描述出来某种产品的事 这个事是你能接受的 其实小燕姐让你做的一个事情 前两条正好去考察了 叫电视购物 一个女主人站在那里 不是电视购物不是八心八钻了 现在介绍这个椅子 现在大家看到是意大利石木的家具 你看看这个漆面 你知道那个数字是真的在滚 你知道吧 我问那个编导 那个数字真的假的 说真的 如果那个数字它卖了三十分钟 电视购物的数字达不到要求的话 你知道导播会说句话什么话吗 别说了 切下一个 因为电视台的暂时是有限的 同样做互联网的电视行销 也有这个特质 把你的视频挂在那 把沐延的视频挂在这 沐延这个视频挂了一天 这个产品卖出一千件去 你讲解那视频 一天卖出五百件去 你可能就要下课 就需要你对产品的内容 那这样这样 惠普你能举一个好一点的例子吗 因为以沐延的罗七八糟 要能卖一千件 人家怎么也得是两千件 那沐延会说的 刘惠普好 我回国以后 我回来示好 支持我一下 你怎么就给打断了 我就举这么个例子 就是这种事 可能是小儿姐 希望你以后帮她做的 好 回应一下 你愿意做 就是我这么去考核你 你愿意承担这样的工作 就是每天没有人给你掌声 问你一件事 恒然讲得好了 唯一结果是 这个东西卖的好不好 没有掌声 这样的工作 你觉得你喜欢吗 对 确实是没有掌声 其实我是 我这个人有点那个什么 就是我希望 给自己服务的这家企业 带来效益 也希望顾客 能够买到好的产品 如果说有这样的 好的企业 能够让我卖出好的产品 给我服务的对象 让他得到欢乐的话 这是我最大的欢乐 这是做销售 是一个非常好的销售人员 是的 这样啊 不问问题了 各位 所以我说 他适合做销售 大家对你 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判断 有人认为你适合做销售 有人认为你适合做培训 现在到了大家 二次选择的时候了 如果灯仍然亮着 主动权 到了陈雪手里 选择 有三家留了下来 白后啊 我还是给你提供的是 我们相亲活动 以及公关活动的主持人 你可以跟会员来互动 可以获得他们的掌声 也可以给公司 带来可观的效益 来 伊丽诺伊 现在我在成立这个部门 这个部门呢 现在是我在带 也没有头 我也不知道这姑娘 要假如她被我招了 也是第一个 那她还得组建这个部门 所以那还得就是 我也正想问她 所以这这么一个职位 就算一个比较基本的人员 当然可能也是第一个人员 你能不能打这个头 自己还创新 而不是跟在别人后头 现在你问能不能 已经来不及了 她可以回答能不能 石董相信我 我相信我会给石董一个 满意的答卷 好 来 洪峰 我们有最重要的一个 领导力方法的培训 我们底下有很多工具 需要让学院去学会怎么用 基础培训的培训师 对吧 工具的讲解 好 工具 工具讲解 其实也是基础培训师 这样的一个岗位 现在三家摆在你的面前 陈雪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一盏灯灭掉 现在有两家剩下来 分别是百合 伊利诺伊 谈钱不上来 底薪是4000 但我们有活动执行的提成 一般来讲是 肯定达到5000没问题 石总这边 我们给你提供的底薪 也是4000块钱 加上提成 石总您现在看我的能力 对您的这个要求来讲的话 我觉得你需要 三五个月的培训 那这姑娘可能觉得 自己的生意是自己最大的优势 所以希望发挥自己 在生意方面的优势 我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 谢谢师傅 但是呢 我感觉就是说 不能把这个优势呢 就当成能够去 一步登天的这种 这个 就是手段 因为毕竟你还要学习 你还要把生段放得很低 你还要学很多东西 你现在就是都特别浅 所以这也是大家 对你没有信心的一个地方 也是我没有信心的一个地方 就我特别同意刚才 那江先生说的 你其实现在就是第二步 你先不要去想理想的事 但是你至少把第二步做好了 你就离你理想就近了 好 来 到了陈雪做选择的时候了 陈雪 15秒钟的思考 然后告诉我们 百合网 伊利诺伊 你的选择是哪个 或者选择跟他们二位说 我认为我还能做更好的主持人 谢谢你们 再见 谢谢再见 对不起 谢谢 好 你的选择 特别在我意料之中 真的punk 因为总有一个转班的过程 其实今天心里的想에서는并不是去这样的公司 所以一定要在这节目里面说 哗 我一步就给迈出去了 这是你心里最难过的一个坎 但是 记住大家对你的所有的分析 冷静地想一想 希望这些分析能够帮助你 下一次认清楚自己要做一个好吗 再见 谢谢大老师 谢谢师兄 谢谢